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 Channel 再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影片 開的就是眼前這些 Bearbreak的第46彈盲盒 話說其實自從那個時候是影月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抽這個Bearbreak 我忘記了第四十幾彈 總之就開始抽了 之後相繼每一彈都有很多特殊角色 例如影月 新超人 宇宙刑事 其實再早一點之前 還有這個電王裏面的淘汰螺絲 甚至乎鵪夜秀明都有 所以來說都蠻值得一吵 因為小小隻又不算貴 因為大隻就買不起 所以就買小隻 普遍來說都是35元 40多元抽 今次我抽就是35元抽 就當Lucky7抽7抽 之後就視乎結果才決定要不再挑機 好了 現在先看看Line-up 今次它的盒子灰灰色 都蠻沉實 蠻型格 然後Line-up方面 它每一彈都會有淨色 然後在土燈上 就會有英文字 今次就跟著灰色 這裡也有灰色 然後第二個 我就看不出是什麼紋 總之就是一些花色的紋 旁邊這個就是彩虹色 好像啫喱豆 然後這邊這個就是上面藍 下面黃 應該是一些角旗 再旁邊那個就是游戲 游戲來說我都不太懂 但之後那個我就一定懂 就是這個電光超人 不得了啊 這個真的一定要抽中 之後就是超音鼠 再之後就是一隻青蛙樣的東西 跟著這個就是新蒙面超人 就是第一號來的 再之後這個就是土燈 小隻INU 但也不知道是什麼 旁邊這個畫些小小 叫做這個... 呃...不知道... 嘟嘟... 沒有多 我都不懂的 再旁邊那個應該是... 是不是滴滴來的東西 看清楚一點 不是滴滴來的 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這一彈裡面 很多我看完之後 都不知道什麼 我只是唯獨是 色蒙面超人 超音鼠 和這個電光超人 而我的目標基本上 都是一些特色的東西 還有呢 如果大家有抽開的話 都會知道的了 它是有這個隱藏版的 那我上次呢 例如好像上次那樣 我抽中了鬆弛紅的隱藏版 就是白色的那隻 小隻的那隻熊 那這次的隱藏版 據我所知呢 就是第二號來的 所以來說呢 我這次目標就是 第一號 第二號 以及電光超人 希望抽中 那一事不宜遲 立刻開來看看 那首先呢 第一抽 看看是什麼 一二個三 咦 將卡片又是攝住了 再一二個三 你也不知道是什麼 那好了 現在呢 就開來看看 看看先 一二個三 嘩 已經看到一隻眼了 那就是這個青蛙 青蛙呢 不知道為什麼會令我想起 這個電磁炮 但應該跟電磁炮的青蛙 沒什麼關係 總之就中了青蛙 好了 現在就第二隻了 一二三 一二三 嘩 這個是那些我不懂的文露樣子 嘩 大鑊了 第三隻了 一二三 一二三 嘩 這個是國旗 嘩 這麼快就來到第四隻了 糟了 到第四隻都還沒看到有一隻特殊 怎麼算好呢 一二三 一二三 OH MY GOD 這個呢 就是那隻灰色的字樣 嘩大鑊了 嘩 這麼快就來到第五隻了 如果之後那些呢 不是連續中到特殊的話呢 那這次呢 就任務失敗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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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隱藏款來的 但是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OH OH SHIT 那來到第六隻了 那基本上呢 就要再次挑機了 那就視乎 看看現在這兩隻中什麼 如果不是中不到特殊的話呢 到時就有飯了 好啦 來啦 一二三 一二三 OH OH 唉 大鑊了大鑊了 最後一隻了 看看中不中特殊 一二三 再一二三 啊 這隻是什麼來的 欸 我都不認識它是什麼 總之有隻這樣的幾隻 啊 不中啊 好啦 那結果來說呢 就算是這個慘敗 因為平時呢 其實你如果看了我開箱的話 都知道我非常好運 上次影月就中了兩隻 新超雲又中了兩隻 然後宇宙營士又中了兩隻 反而今次一隻都沒有 終於大家可以看到我抽不到的時候 終於看到我這個非洲的時候 唉 好啦 現在叫做看一下公仔 其實呢 都不是每隻我都認識的 總之呢 這個呢 就是平時那些灰色的實色 那這個呢 就是B字來的 這邊呢就是I 因為它是這個Bearbrick 串到這個Bearbrick的字出來的 那我就中了其中兩隻字 那這個就是BI 好啦 然後這個青蛙呢 它的英文名叫做Nagajima 應該是中島 但我還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總之就是中了一隻青蛙 好啦 然後這個呢 就是剛才我一直都不知道什麼來的 類似紋露那樣的東西 那看真一點 這些紋露呢 就是飯粒來的 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錯呢 我看到好像飯粒的紋露來的 這樣吧 好啦 這個呢 應該就是 是不是這個叫做 我都不太記得國旗了 那藍王好像是不是就是烏克蘭 那但是 我有機會錯的 那但是總之就是這樣 好啦 然後這兩隻 這兩隻呢 在這裡看不到的 那就是隱藏版 那但是我中了這兩隻的隱藏版 都沒什麼用的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來的 那就這樣看起來好像是一些摔角手 那應該可能是一些摔角手的動畫 甚至乎真的摔角手把它弄成成Bear Break 啊 Oh my god 就是這樣 那些隱藏款 可能對其他人來講 喜歡的人來講 就是寶來的 但對於我來講 就是草來的 Oh my god 唉 唉 我要超人 我要蒙面超人 我要電光超人 唉 唉 好啦 那反正都是這樣 就看了一些卡 那我現在全部都開出來 唉 財散人安樂 抽不中 真是灰灰的 跟這個包裝盒一樣 那麼灰 那這張卡呢 就是剛才那個摔角手的東西 那我到現在呢 都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來的 那它後面的名字呢 寫著這個叫余齡豆母多 那但是看完那個名字 我都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那這樣 那接下來呢 就是那個文露 那你看到那些稻米呢 都知道是真的米 那後面呢 說水蛇涌那麼長 那算了 不看了 那這個呢 到頭來我都不知道是什麼國家 那總之呢 就是一張國家的旗 然後呢 這隻算是這麼多隻 我覺得挺可愛 都可以照耀的 就是青蛙了 那青蛙後面呢 就是這樣的 Kaeru no Pikulus 那應該是青蛙的Pikulus 那Pikulus應該就是它的名字 這樣啦 不知道對不對 然後這個呢 就叫Julie 那原來呢 就是這個街頭霸王的角色 遊戲遊戲的角色 那真的不知道 因為街頭霸王 我都沒什麼打過 那之後這個就是那個正式版的 Bearbrick的這個Basic版的圖 後面呢 也是水蛇涌那麼長的 那這樣就看完了 說這麼快 好了 那這次小小的7抽Lucky7 結果就一點都不lucky 那就中了這些東西 這樣啦 那這些呢 我全部都還沒開包裝的 那如果大家呢 抽中了電光超人 或者蒙面超人 有話想跟我交換的話 是絕對歡迎的 看看你們有沒有什麼角色想要 那就跟我交換吧 那這樣啦 不過我都覺得 如果大家抽得 都是想要蒙面超人的啦 所以來說應該都交換不到的啦 那總之就是 又或者反過來 如果你們這裏哪些呢 是想收的話呢 我都不介意放給你們的 那你記住就可以 IG Inbox 我也可以啦 在YouTube下面留言都可以啦 Facebook Page那邊留言 或者私訊我都可以的 那就是這樣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那現在這個頻道呢 就有會員制啦 如果大家有能力支持的話呢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拜拜 既老既老